早晨 今天是12月13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国劳征圈 研究部投资经理方扎桥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Calvin 今早大使有什么指点? CPI数据昨天就被控告了 对于港股和美股后市的走势 今天跟大家谈对一下 是的 还有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时候 内地就举行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文件上也有些字眼说到 未来会扶持什么行业 稍后Calvin也会和我们详细策解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 App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清欢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先跌后升 道指收市创出历利的第三高 市场观望一年两天举行的联储局议息会议 美国上月份的通胀按月回升 美股三大指数组断向下后 期后反复做好 道指高开37点后最多升191点 收市升173点 收报36577点 升幅0.5% 再创今年以来的收市最高 另外标指升21点 收报4643点 升幅0.5% 纳指升100点 收报14533点 升幅0.7%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上升0.4% 欧洲股市普遍向下 一起看看焦点微股 Meta反弹超过2% Amazon也反弹1% Google在反垄断案中败数 有机会影响到程式商店的收入 股价要逆市向下跌0.6%收市 另外夹骨文上季云端业务收入放换 股价急跌12% NVIDIA的股价反弹2% Intel星期一升4% 股价上日要回吐1% 一起看看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了架方旺固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各别发展 网易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阿里ADR再失手70元 折合69.69 京东比本港上日收市低2% 再度失手100元 折合98.33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出1% 折合61.32 电动车ADR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未来比本港收市低4% 折合56.78 看看压械区股市的情况 暂时来说各别发展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升0.5% 早段升超过160点 最新部3309点 首义综合指数向下 最新跌1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8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8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66点 看来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 暂时向下 恒指到16,300点左右 跌60多点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我先和Kelvin谈谈谈的就业数据 昨天就是劳工部公布了CPI数据 11月份CPI按年的升幅是3.1% 符合预期年跌两个月 按月是上升0.1% 市场原本预期按月是没有起跌的 即按月的升幅是大过市场预期 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按月是升0.3% 按年升幅是4% 核心CPI按年和按月的升幅都是符合市场预期 占整体CPI大约三分之一的住宿成本 增幅加快到0.4% 抵消了汽油价格的下降 期内二手车价格自5月以来首次回升 医疗和汽车保险价格亦上涨 服装和家具价格下跌 CPI缓慢回落 进一步增加市场对美国经济软着陆的信心 美国财长耶伦就说到 美国经济正在迈向经济软着陆的道路上 认为无必要为了压低通胀而推高失业率 现在大家就关注着 等待香港明天凌晨公布的联储局议息结果 看到Fatwatch最新数据就显示 市场现在主流认为减息的预期 由原本早前预期3月就会减息 现在就推迟到5月 美汇和美债息都有回落 美股向上兼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进一步逼近去年1月以来的历史高位 Kelvin 先看CPI数据 你如何分析今次的通胀数据 看到也是符合市场预期 美股也继续稳步上扬 但是其实你看看 在11月份的飞龙就业 新增值位大概是199,000个 多于市场预期 失业率11月也是3.7% 亦比市场预期3.9% 美国的就业数据 以及一些新增职位 都比市场预期更好 所以看到其实我觉得 CPI数据现在去到大概3.1 或者3的情况之下 要进一步推低下去 去到他们的目标 2%其实都有些困难 因为每一次美国的CPI 曾经星期五要回落之下 其实都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 大概是五年以上 所以现在过了大概两年左右 所以来说 其实要CPI数据回落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时间 所以要美国联储局去减息的空间 我觉得不是太大 因为债务数据也非常强劲 没有证据显示 他们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看到CPI数据也做好 一定要看其他的数据 一些债务数据 一些失业率仍然强劲 所以也没有很大的诱因 去令到美国在年中来说 去做一个减息的决定 所以也要拉长一点时间 去看看之后的美国的一些数据 例如PPI、失业率 有没有机会上升 例如失业率是否会进一步恶化 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才会有机会再可能去做减息 所以在这么强劲的数据之下 我觉得减息的空间 在现在来说 就不会是很大的 不过美国来说 就算不减息的话 很多资金都会涌入去 所以美股也要有机会继续做好 都是正在走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美股仍然是 值得大家去投资的一个市场 不如这么说 Kelvin觉得 看回数据这么强劲 其实短期内的减息需要 也未必是很大 现在正在观望 现在大家都在猜 就是5月会减低一次息 就先观望 Kelvin刚才也回答了我 第二题问题的上半段 我想问一下你 在现在的背景 即数据都叫做强劲的情况之下 美股是否持续看好 刚才Kelvin也回答了 大家可以继续留意美股 但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去年 即不是去年 是今年 2023年 其实看到美股的升幅 或者升幅 很集中在那几个科技股 即是大家说得出的名字 或者一些AI概念 接下来你建议大家的持仓 都是集中这几个大家熟悉的名称 还是应该确阔 大家投资的宽度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美股的话 我也是炒几个明星股 都已经足够了 也是在炒Range 例如NVIDIA来说 其实股价也是回落 暂时来说 是500元以下左右 之前也说过 出了业的之后 它一定会有少少回落 回落回到450 460这些位置 就可以吸纳 昨天也升了2% 除此之外 Aventis之前也说过 Google 或者Matters 这些仍然都是大家 吸纳的一个投资的目标 至少在美股来说 也算是有波幅 也有升幅 港股始终暂时来说 都是落后 全年来说 都跌了这么多 我暂时来说 港股也是观望的态度 不会将大部份的资金放下去 所以美股是一个 暂时在炒强势的股份 大家留意着 那几个股份已经足够了 好 如果观众朋友 你想买这几个股份 或者已经持仓 如果有些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WhatsApp 进来问Kelvin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让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 昨天是有一个反弹 港股连跌了三天后 有反弹 大市成交回落 北水转为净流出 昨天是高开34点 最多曾经升219点 高位见过16420点 收市升173点 升幅1.07% 收市到16374点 挖指收市升82点 升幅1.4% 收报5614点 科指升63点 收报3730点 大市全日成交到900亿以下 866亿 是11月27日以来成交最少的 港股反弹 北水转为净流出 金额27亿 主要以沽出ETF为主 用创持续有北水正流入 上日金额有3亿 美团有2亿8千万 小米有1亿6千万 一起看看净流出的数据 净资基金由最多北水正流入 昨天就转为最多北水正流出 金额31亿2千万 恒生中国国子ETF有11亿6千万 北水正流出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1亿6千万 北水正流出 港大市离不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市场预期了一段时间 星期一和二在北京召开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了会议 并且发表了讲话 会议说到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要克服几个问题 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业的产能过程 和社会预期偏弱 这几个就是他们点出的困难和挑战 实际提及到的行业就说到 要着力扩大内需 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 以及巩固外贸外资的基本盘 这几个就是他特别提及到的行业 另外对于明年的经济增长 路透就引述四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到 中国经济顾问就说 他们建议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就是4.5%至5.5%不等的 但大多数就赞成将GDP增长目标 设定在5%左右 即是和今年一样 但按换例 这个具体的目标就会在三月召开的两会上 由国务院总理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 才会有一个正式公布 刚才说到的都是一些消息人士的披露 看到昨天收市之后才公布会议的详程 昨天的行指是有反弹 内地股市连升了三天 不过刚才报市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了 黑旗有一个回落的情况 有分析就说到 相信解读了今次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发布之后 相信就不会出现大水猛灌的情况 或者针对个别行业的政策指导 或者有一些救市措施 你看完之后 Kelvin你觉得对后市有没有支持呢? 其实昨天的升幅 真的不是认真显示到会议的结果 都是升了百多点而已 而且成交也不是认真是很厉害的 尽一步回落 都是八百多亿 九百亿左右 所以看到会议没有实质的支持 在股市甚至在行业上 其实一些内放 其实也说这些政策 其实都在说一年了 但是你看到一些销售数据 很多时候都要看数据 又不见到有反弹 其实大家都看到 例如每个月都会公布 他们的销售数据 其实都是比上年同期 都会说 其实这些民企是几十个%的下跌 一会儿再说一下内房 所以我相信暂时来说 相关的消息也振兴不了股市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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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